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常年来热心工艺 不令回馈社会 今年度再捐赠了10万元来任养吉安香路灯 乡南游淑珍特别前往班正感谢状 而这场捐赠活动也获得简灿贤 律师认同当场就加码2万元 为吉安香的建设再添一分析底料 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夏桂永表示 工会每年都有编列工艺回馈经费 而且会员经常都会在加码支持各项工艺活动 任养路灯更是每年都要执行的重要任务 因为我们不动产开发工会 我们长期都有在寄注各县县市乡镇的一些路灯任养 包括花莲市 包括吉安香 包括新城香 这是我们工会我们每年都有提拨预算 来对各乡镇路灯任养做一个常态性的卷助 包括工所的一些弱势的团体 我们除了路灯的任养之外 那我们也会针对一些弱势的住民 来适时的伸出一些援手 吉安香的游淑珍感谢企业社团支持 让吉安香的建设可以更到位 谢谢花莲县不动产同业商业工会 为我们开启回家平安的路灯捐赠 十万元一百二十五盏将照亮带我们的大街小巷 我们也知道最近吉安的市信移居 也启动了非常多的建设在吉安 大街巷弄里面 珍额的路灯 也希望有更多社会的力量 来挹注吉安的一个财政 所以在这里谢谢我们所有公益的使者 带来吉安暖暖的幸福 最重要是开启了吉安 光亮平安的回家一条路 今年度不动产商业工会再度捐赠 十万元路灯任养经费 而这一份新意也获得简灿贤律师的认同 当场加码两万元 为吉安香的建设再添一分力量 借鲁会幻市报道